兄弟们,今天我们来玩两款 脱宝战士里面的同款变形玩具 鹰树雷霆,巨岩先锋 它们的载具形态分别是超跑和越野皮卡 那么很明显它是速度型,它是力量型 鹰树出击,这是它的绝招吧 非常帅气的一款机甲 主体配色都是蓝白黑三种颜色 关键部位加了一些黄色和红色做点缀 摸起来手感还不错,没有毛边,也很圆润 手臂可以上下展开,超过了90度 还可以360度旋转 手肘部位也可以小范围活动 另外腿部,膝盖,还有脚掌 你能想到的关节基本上都可以动,非常的灵活 那么接下来我们变形看看 就把前面的盖子放下来,搞定 有一说一,这个超宝造型真的是有点之帅 比它这个宣传图片还要好看 就它的整体造型很像一台概念车 尤其是这个驾驶舱是不是很有未来科技感 但看这个大小好像只能坐一个人 这个离地间隙几乎约得零,也就能塞一张纸进去 你就说,谁在底盘有它低 这个块头一看就是一个血厚高防御力类型的机甲 你看它的武器,直接是一把管钳 就很接地气有没有 整体是红橙黑三色 关键部位用了灰色做连接 再加上金色和蓝色的点缀 整个看起来要比那个音速雷霆好像要简单一点 很霸气的一款越野皮卡 和之前的超跑,完全是两种极栏不同的风格 透过驾驶式玻璃可以看到应该是两座的 轮胎都是往外撇的,所以它的车宽很宽 大小快是它的两倍 不愧是monster,怪兽 两款造型不用说,都很帅气 变形顺畅,湿滑不伤手 难度不高,但是还是需要一点思考的 可以很好的锻炼动手和动脑能力 守护银河,拖宝出击 那么这两款,你更喜欢哪一款呢?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